中秋節三天的臉書加記 台南市政府風提天高烈的人員 郭君亦有志工並不來學習 繼續抵合天高烈作戰 市長6千9月28號特別來到中西区的運動日 向所有人員表達敬意 今天是連續假日的第三天 非常感謝大家能夠堅持以往 持續的投入任何熱房子的工作 大家非常辛苦 同時我代表市民也對大家表示最大的感謝 剛好今天又碰到杜鵑颱風 發布海陸的颱風警報 台南市也包括在內 所以已經開始有一些毛毛雨 預計今天大家的工作會更加的辛苦 但是我還是要拜託大家 我們每一個動作都一定要做到確實 包括每一間房間 每一個房子我們都要進去噴 每一個房間我們也一定要遵守 每一個標準動作 每一間要噴多久多少的藥量 這個是有一定的 請各位國軍的弟兄 比較辛苦一點 如果沒有按照標準來噴 那可能效果不好 那等於整個工作都白費了 拜託大家 大家辛苦了 所以今天我特別代表市民 來跟大家表示最大的感謝 一句一句的拜託 再三個感謝 六市長所交代的就是 噴尼河一定要做到確實 希望可以再次把天高鏈來控制下去 因為九月二十八坡剛才剛堵到 杜鵑紅苔 這對台南的天高烈的風景 又是一大條件 大市長會有市民 要站在一起建造人 總統來堵過這個人關 每一次下雨 都會讓整個燈隔熱房子工作 增加困難 甚至還要重來一次 上一次的蘇敵熱颱風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次杜鵑颱風過境台灣 我們衷心期盼 台南能夠幸免於爛 但是如果真的有經過台南的話 我們還是要妥視因應 除了防治颱風 對沿海居民造成的危害以外 我們也會針對 登革熱的防治工作 做好因應的作為 希望能夠將對衝擊 將到最低